我是今天的講師 Ronny 今天的投影片位置是放在 這個有點小的 H2P帽號寫線寫線 ronny.tw ronny是我英文名字 r111.tw 寫線20230417 就是今天的日期 進去裡面的話就可以連到今天的投影片 因為我們等一下也會有一些操作練習 就是讓大家可以去政治現金平台 找你感興趣的參選人的資料 或者是感興趣的政黨 看他們是募到多少錢 或是花了多少錢 那也會帶一些說 我們可以怎麼做一些簡單的統計運算 然後等出一些結果 所以如果等一下大家有電腦 我們第二堂課的時間 就會有時間可以給大家練習 好 那麼為什麼我會來講政治現金呢 就是我會 為什麼我會對政治現金這個議題 就是有接觸 然後為什麼對他感興趣 以及為什麼可以用這個主題 就可以掰出一個兩個小時的內容出來 其實這是源自於2014年的時候 我在G0B的黑客搜 就是那時候我提案 我做一個提案叫做開放政治現金 那也是今天這課程的其中的目的 就是想讓大家認識 就是G0B這樣的一個模式是什麼 G0B就是把政府的GOV的O換成0 然後想要用0跟1的方式 用數位的方式來改變政府 那我在2014年的G0B黑客搜的時候 我提案了開放政治現金 然後開始接受了政治現金的議題 那我除了那時候就是提案做開放政治現金以外 然後我在隔年我還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筆政治現金 我問一下有沒有人 先問第一問題 有投票權的人可以舉個手嗎 那有投過票的人可以舉手嗎 所以大家都已經 就是都 因為現在是20歲的投票權 還沒有到18歲 那有捐過政治現金的同學可以舉個手嗎 還沒有 對因為我們現在政治現金法規定是 要有投票權的人才可以捐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要買20歲後才可以捐 捐錢捐政治現金 但如果你看某個候選人不爽的話 你也可以 然後你又是未買20歲的話 你可以刻意就捐給他1塊錢 然後根據政治現金法 他必須想辦法把錢退還給你 所以他會變得很麻煩 所以如果同學還未買20歲又很不爽 你的候選人就歡迎捐給他1塊錢 好 對那我那個時候 我人生第一筆政治現金我是捐給紅袖珠 然後捐給紅袖珠的原因是因為 雖然我在政治立場上 我並沒有那麼支持國民黨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所有的國民黨都鬧鬧 沒有人敢出來選總統 只有紅袖珠一個人出來 說他要出來擔當這個責任 我就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有擔當的人 雖然我就覺得 雖然政治立場 或是言論我們支持他 但是這個熱血我是支持的 所以我那時候捐給他500塊 可惜他後來也沒出來選 他那時候也有選擇說要退那500塊 因為他後來實際上沒有出來選擇要退錢 那我那時候選擇說反正他也花不少錢了 我也不需要這500塊就留給他了 所以我後來還拿到一個住住節的馬克杯 然後再來就是我後來就是這個主題 我真的感興趣到我後來我還自己 申請了一個政治現金專戶 我在2020年的時候我就申請了一個 就是王向榮參選人 立法委員政治現金專戶 就是我差一點點就要去登記參選立法委員 而且那時候因為有一些朋友就是損友 就是還捐錢給我 害我就是湊到30萬元 然後保證金20萬元是付得出來的 但是我後來事後覺得就是 如果這錢20萬元一定會丟到水去 就絕對拿不回來 我就覺得害到廢了 最後還是選擇把錢全部退回給朋友們 然後所以我沒有實際參選 但是有走過開政治現金專戶的流程 對我今天課程的內容大概會講一些 就是從過去到現代到未來 那過去就會大概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要政治現金法 政治現金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台灣或中華民國在政治現金的發展 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個以前政治現金不夠透明不夠好 那麼G0V這個社群是怎麼樣推動 讓這些資料上網公開變得更好用 然後現在就會講一些說 那現在我們有什麼樣的政治現金平台可以使用 怎麼樣去查閱候選人的平台 所以等一下也會帶說 大家有沒有感興趣 哪些對哪些候選人感興趣的 可以去看看那些候選人的資料 然後做一些研究 那我也會找出一些 跟政治現金很有關係的一些各種平台 可以讓大家做資料連結 就是看看大家怎麼花錢的 那再來未來就會講一些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政治現金制度 如果跟國外比 或者是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那這些不足的地方 有些什麼關於我可以參考 我可以怎麼改變的 大概就是用這樣的脈絡 就從過去現在到未來 那麼1997年也不電影 叫做黑金 那個黑金是那個就是香港拍的 講的是台灣的政局 而且這部還算蠻大咖的語集的 就是有梁家蕊 有劉德華 劉德華那時候 裡面還有一幕是 他們在高速公路上 劉德華開直升機在追飛機 追車子 然後那一幕還就是劉德華拍戲 不小心在把那個直升機弄壞 所以後來還那個判決判了二十幾年 就是劉德華還要陪那個直升機弄之前 覺得官司到現在還在打 對1999年的電影 那其中裡面梁家蕊一個名言就是 我們的政府是很有錢的 就是他裡面演的 他在裡面演 他是在台灣的一個黑道 然後那個黑道就專門是綁標為標 然後透過很多標案 然後他賺了很多錢 然後他買通很多官員 然後後面他還就是想要去選 他我忘記說是要選市長還是選立法委員 反正就是知道自己 很多的那種政治 政治啊 黑金之類的一些劇情 那其實那個年代 1997年那個年代 其實大家對台灣的政治的觀念 就是充滿黑金 充滿了貪污 充滿了腐敗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各式各樣的選舉的一些 就到現在可能還會有人聽到一些故事 例如說1993年的時候 那時候屏東戲院長武哲遠 所以任務哲遠現在已經潛逃到國外去了 但他當時接受了連戰了3600多萬的借貸 當然這借貸是拿來選舉的 那一個人如果選舉多了3000多萬 其實他可以 他可以鋪天蓋地的做很多的宣傳 可以選擇其他人 那類似的例如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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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千萬是幾億元,後來都潛逃國外 可能也都不知道他們到底造成什麼影響 所以其實以前的選舉金流是很不透明的 而且大家真的不知道他捐的多少錢 他捐的錢,檯面下捐的有沒有影響到他的政策 或影響到他的選舉,我們都是不得而知的 在沒有政治現金法以前,其實那個時候 是利用公職員員選舉罷免法 就短短的只有兩條財管制選舉的金流 所以裡面大概內容寫到的就是說 你要申報表,你的支出要做什麼事情 但寫得非常精簡 所以其實之前的那個公職員選舉罷免法 其實算蠻漏洞百出的 那所以之前其實就是在那段時間 大家其實民間都對於政治不透明蠻多民怨的 那很多的民怨大家都覺得不透明 然後充滿了黑金腐敗 可是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那個時候其實朝野政黨也都會對於這種民意有點壓力 所以就開始推出了說各種的陽光法案 就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政治能夠更透明 所以希望說把一些以前可能不透明腐敗的東西 然後透過一些法案強制他必須要透明 所以類似的像是從最早的1993年的公職員財產申報法 就是要求公職員到某個層級後 他的財產都必須要申報 然後以及到利益衝突迴避法 就是什麼樣的情況下他不能參與什麼事 然後到2004年的時候政治獻金法 2005年政府資訊公判法 一直到2007年的遊說法 就是逐漸一直有一些法律是要求一些行政要更透明 那2004年的政治獻金法制定完成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那個時候首先他明確定義了很多事情 就例如說哪些人可以接受政治獻金的捐贈 所以當時他定義的有例如政黨可以 政治團體可以跟你參選人可以 那你參選人就是你表示說我有意願想參選 但不代表我真的最後一定會參選 因為有的人可能會有意願要參選 但是我們的參選 假如立委跟議員要20萬保證金能開 市長要200萬 甚至到總統好像是到幾千萬的保證金 但有時候我就是湊不到這個起來 然後我必須要先用募款 我希望我至少先募到最基本的20萬募到 我再去參選 但是結果我最後募不到20萬 我就不能參選了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參選人 他完全沒有去登記參選 所以他叫你參選 就表示我準備要參選 所以你參選人跟到參選人 中間可能會有門檻 那 所以剛剛講說可以受政 政治獻金就是三個 那我像部分區原住民跟草民立委 都沒有辦法受政政治獻金 然後政治獻金法 一開始也定義了 就是哪些人可以捐錢 所以他滿明確的就是說 個人可以捐 所以我們說的 我們這邊都是個人 我可以捐給感興趣的候選人 然後也定義了政黨可以捐給他的 就是他政黨黨內的人 然後跟人民團體或者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指的就是各種公司 都可以捐錢給民參選人 那定義更多的就是不能捐贈的人有哪些 所以不能捐贈其實也滿多的 例如說像是有公營事業 譬如說政府 政府有股份的這些都不能捐 然後或者說他有跟政府有大額採購 所以有標案有什麼的那種 你不能捐 因為捐贈可能就怕會有些利益輸送 然後或者是宗教團體 或者是說同一個 就是選立委的 你不能捐給其他立委 然後之類的 或外國啊大陸人啊之類的 都定義也滿多 就是不能捐贈的條件 然後以及政治獻金法 還定義了一個說 假如你最後錢有剩的話 你剩餘的錢可以怎麼處理 就例如說我當選的話 我可以把剩下的錢 拿給我辦公室使用 或是我沒當選的話 但我接下來的四年內 我還要再參選 我還可以拿我上一次剩下的錢 還可以下一次去使用 或是我第一選擇 退回去給捐款人 或者是我捐給我的政黨 或是捐給公益團體 或是送給國庫都可以 就是定義員可以怎麼處置這些錢 所以以下就是 以上就是政治獻金的一些 當初2004年定出來的時候 他的一些定義 那麼再來就是 他2004年到現在 能經過一些什麼樣的修法呢 那其實2004年定完之後 後來就是陸續小修了一些東西 比如說2008年的時候 他才增加了返還機制 所以其實在2004年的時候 還沒有退回去的這個機制 是2008年才加上去的 然後2008年加上了繳庫 所以就是說 以前可能你收了 你不該收的錢 你還要被發錢 但是後面就變成說 你收你不該收的錢 你只要退回去 或是交給國庫 就沒事了 然後2010年可能再增加一些 一些入資外資的一些捐款限制 所以如果今天本來公司的股份 是50%是外資 這樣降低到30%就算外資了 你就不能捐贈的現金了 然後以及增加一些 匿名捐獻的上限之類 然後以及2014年修改了 那個政黨捐款給參選的門檻 然後2017年修改了一個 違法沒收的規定拿掉 這個拿掉不是因為他就是不處罰 而是因為其實本來刑法就有寫到這個 他在政策上把多寫字多次一舉 所以拿掉 所以這個修改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其實這樣看下來 2004年到2017年之間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修改 都是一些小微調 那在2014年2月22號的時候 有個反核團體叫反核456 那方正那時候就拿了一個 水深碟的道具裡的黑客搜 那個水深碟裡面有90幾個檔案 90幾個PDF檔 那90幾個PDF檔 裡面包含了2600頁的掃描圖 那掃描圖圖圖長的就像右邊這個樣子 然後裡面有包含 譬如說馬英九、遠心彪、無欲勝利 手中等候就是參選人的政治先進的資料 所以裡面包含了譬如說 他捐授證了多少錢 誰捐給他的 然後以及他花出去的多少錢 之類的 然後這些都是掃描圖圖 那原因是因為當初是反核456這團體 他們到了監察院裡面去印出了 大概都是兩千多張紙出來 然後把這兩千多張紙 用銀印機 銀印機有支援那種大量掃描的 他把兩千多張紙塞進銀印機 然後閃了出來 他把它包成一個PDF檔 然後這PDF檔大概有2G左右 然後這時候這個團體 就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些檔案了 所以他就拿去距離別人的時候 想要問現場的人說 我們要怎麼來處理這個東西 其實當時那個年代 因為現在已經AI又有發達 所以現在這個年代說 影像辨識啊 可能都以前成熟很多 可是2014年那個時候 其實文字辨識是很差的 再加上他的圖裡面還會有浮水印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用文字辨識很容易 就是辨識錯誤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一個問題 其實文字辨識算很困難 但是如果抓表格框線好像是容易的 所以那時候我大概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去研究說 怎麼樣從一個表格抓出框線啊 然後抓出來之後 然後我想辦法把每一個每一個都切出來 所以我當然犧牲這種東西叫切豆腐 就是本來很大一片子 然後切成一堆一堆豆腐 然後全部併在一起的話 然後我就切出了大概30幾萬的豆腐 然後我想到說 好像可以用群眾外包來想辦法把這些東西還原回來 群眾外包的主題是下禮拜晚上講的 可是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就是歡迎大家期待 就是下禮拜講的群眾外包這題目 然後在下一次的黑客松 就是剛剛講的是在2月 然後後來在4月的下一次黑客松的時候 我就帶著這個30多萬顆豆腐 就說我這邊有30多萬個 我切出來的小圖片 然後我想要提案說 我能不能把這些小圖片 利用一個像這種人工輸入的介面 我每次丟一個小圖片給人 然後讓大家只要看到這個小圖片 他只要輸入這一個小圖片的內容就好了 所以就變得很像是我們在輸入那個 留言板的驗證碼一樣 就是我不需要去一次key一頁的東西 我一次key一格就好了 所以這個對使用者來講 他要輸入就會簡單很多 因為他隨時進來看到一格就輸入Enter 他就做完一件事情 他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隨時要離開也可以離開 他的加入本感是低的 所以那時候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就做出了一個像這樣的介面 讓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圖片 然後輸入文字 那時候蠻成功的就是 因為剛好2014年遇到太陽花 太陽花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 其實大學生們 或是很多年輕人 對社會政府是很不滿的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發現都不滿 因為他覺得就是 政府就是爛的 政府就是不透明 可是不知道該做什麼 然後這時候看到 其實裡面有人做這個東西出來 就是我好像只要用打個字 按Enter 我就可以讓政府變得更透明 就有一種很鍵盤救國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是 丟到TT幫幫買上去之後 然後經過一天24個小時 2600多頁 總共30幾萬格 24小時就全部打完了 然後而且大家打完後 還是欲罷不能 就經過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平均每一格 輸入5次以上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的人 可能第一次打錯 比如說我現在手滑 一千打成一萬 或是名字打錯 但沒關係 反正只要那5次 不要5次都打錯就好了 因為那5次都是不同的5個人輸入的 所以透過這個形式 我們就成功的把 本來監察院 他那時候只願意用紙本 那個年代他只能用紙本印出 沒辦法去下載數位檔案 所以用這個形式 我們成功的把監察院 不願意公開的東西 我們要公開 並且還原回來 連那時候我們還有在跟 他的會計資料做比較 就發現我們整個驗賺回去 因為監察院那時候 只有公開總和 譬如說這個候選人 他總共收到多少錢 總共收到來自個人的多少錢 總共來自公司多少錢 總共花自交通多少錢 總共花在宣傳多少錢 他有公開這個總共 但是沒有公開明細 但我們把我們自己算算的明細 再把他降落起來 跟他那個總和完全穩合的 所以就用這個形式 靠大量的工人智慧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變透明了 那個時候其實 GDP社群對做這件事情 還是預罷不能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反而四五六 抓了六七個立法委員 跟馬英九 五對一的真心專務 可是立法委員總共一百多人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有很多人主動的去 思考各種流程 例如說 怎麼樣被分工成很多不同的人 有的人是負責進監察院裡面 印出資料的 那他們就寫了一些 監察院印出資料的交戰手冊 例如說 你要什麼時候進去 要進去承判人是誰 承判人的個性如何 然後承判人其實還蠻友善的 之類的 以及說 為了結身紙張 你可以選擇那個 合併列印 一次印四張 一張印四頁是OK的 但一張印六頁可能 自己會變得比較模糊 比較不好 直接用這個形式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掃描 怎麼掃描 然後一直怎麼分工 所以後面大概又再花一個多的時間 就成功把 當時是第七屆立法委員的資料 就是所有的證信品資料 都撈出來 都還原回原來數位化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很多人就拿這個資料 來做很多的視覺化 所以譬如說 像這個視覺化做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 支出對象 有點像剛剛的那個 政府資料預決算一樣 就是變成一個圓圈一個圓圈 然後你看圓圈越大表 它這個花費越大 所以那個時候會發現 蠻妙的事情 馬英九的收入中 其實有一大根超大圓圈 是來自他的政黨捐證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會發現 國民黨的黨產真的差很多 就是光他一個人 國民黨捐給那個候選人的錢 就遠大於其他所捐的錢了 所以那個時候 用黨產的形式來幫助 就是候選人參選 其實真的是一個 滿不公平的一個進程方法 所以這也滿凸顯的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也發現到 就滿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朱立倫在選新北市長那時候的政治信心專戶 有出現了數百筆 那時候好像三百多筆 就是不同的捐給個人的支出 而且每個金額都是五百或一千 然後時間是發生在選舉的前一天 所以這件事情就會有點難以解釋 到底會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滿可惜 後來媒體沒有追問下去這件事情 所以歡迎不得而知道 你朱立倫那時候的錢到底還在哪裡 然後當時其實監察院 像剛剛講的 政治獻金這件事主板之外是監察院 所以我們要去查閱政治獻金 我們必須要人親自去監察院裡面 然後要去用他的某一個電檔 然後去那電檔裡面 輸入說那個就是我要找誰的資料 然後以前最老時候 你什麼都不能帶走 你只能用肉眼看 所以這是以前號稱的公開 然後後來就是 開放你可以用列印的 單體列印的話 我一張是兩塊還是三塊 所以像剛剛講的 反而四五六八印額兩千多張紙 他可能花五六千塊錢 才把它帶出來 然後那個時候監察院 是不願意把它送往公開 但監察院那時候發現GDP 有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還發一個新聞稿說 可能政府來做會更好 但我們就不知道 什麼時候政府才願意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接下來還有發生什麼事呢 接下來GDP就很持續有在做 就是進到監察院運動機出來 這個流程 然後當時也有一些 許他NGO團體 例如說像開放文化基金會 或是像公民監督聯盟 就有開始去擬定一些遊說計畫 就是說因為目標也是需要這些東西 必須要上網公開 那麼他們就去找了一些 就這邊有個共筆 是當初他們的一些討論紀錄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進去看看 那裡面就例如說 要不要開啟會的形式 讓大家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或是去找一找說 有哪一些立委曾經有類似的提案 那我們是不是去遊說立委 請他再加把禁 去把這些事情把它推成修訪 或是去拜訪監察院的相關的 譬如說申報處處長 問說上網公開有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是當時剛好監察院有一個新院長 那也去想要拜訪新院長 問新院長就是把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很推動的項目 就是那個時候開放文化基金會 就是有做一些很多這樣的努力 然後當時監察院內部也有一些 譬如說監察院的研究人員的出國考察紀錄 也有提到所有的GDP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有提到說 現在GDP的網站還有查閱很多的報告書 而且上網公開 那這些事情反映了其實民眾是有 就是希望這東西是公開透明的一個行程 所以就是當時那個出國考察報告中 也強調說希望說能夠演你就是 是否能夠公開上網這件事 也能夠解身緊張 然後也可以解身檢探之類的 然後後來再過幾年開始就有立委 開始直接就提草案修改修法 就是例如說像當時高志鵬他就提一個說 他提的內容是說除了 像這邊右邊本來是那個就是原來的政治信心法內容 然後左邊是他提案的內容 所以像高志鵬的版本就是增加說 希望能夠公開在那個一併一同刊登 本來是只有就是列冊 本來只有在那個收支結算表要公開 他現在改成連快期報告書也都要公開 用這樣的形式來做修改 然後陳其邁也有一個版本 那陳其邁的版本是就是改的字比較少 他就是把那個就是增加一個那個 本來只有列冊而已 但是後面加上工人查閱 然後快期報告書直收的 就算不要加上這些東西 就是本來公開在電腦網路的只有那個 就是統計資料 但是他希望連快期報告書也都一起蒙發在網路上 那最終2018年6月20號就是最終的 正式信心修法的版本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他那個時候修法的內容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這邊紅色是舊的 線型的法 然後下面綠色是修改的法 那他就改成呢 就是因公開在電腦網路上 但是他那時候做一個 我覺得那時候修改修了一個就是比較糟的地方 本來是三個月要讓大家可以查閱 變成改成六個月 就是因為他覺得說要上網公開 時間就必須要比較長一點 所以他把原案三個月變成六個月 但至少變成網路公開了 所以在2019年8月的時候 那時候政治信心平台就上線了 所以我們終於就是可以直接在網路上查閱 就是各個參選人的所有政治信心資料 我們不需要在親自跑去檢查院裡面 然後所有的明細都網路都可見 而且我本來擔心說 會不會有一些什麼各自法違律 所以姓名都會比如說網圈圈之類的 或是假圈圈 但他們現在連姓名都完全揭露 就是說因為後來好像也發現 其實沒有各自法的問題 因為這些東西你捐政治獻金 其實就是一個 你個人的一個表達行為 所以他裡面的 所有的捐款者的名字 都是一清二楚可以看到的 那所以後來就會有很多的一些 政治獻金的相關的觀察 所以譬如說像這則新聞 我就蠻推薦大家 如果等一下回家 或者是等一下有共識的那邊玩一玩 它是一個叫速度政治獻金 就是他們在還沒有完全公開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也是透過GVB的資料 然後以及自己的人工 也收集了很多 把從第七屆到第十屆的那個 政治獻金資料 都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些 可以看到一些觀察 例如說這邊可以選擇 第七屆第八屆 第九屆第十屆 然後你可以看比如說 總收入最多的是誰 所以例如說 第十屆總收入最多是邱志偉 他的政治獻金的收入是4700萬 那其中來自銀利事業 來自公司的收入是2800萬 然後 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說公司總數之類的一些 然後如果你點進去裡面 還可以看到 他的錢是來自於哪些人 所以譬如說哪些公司 捐給他多少錢 然後以及他的行業別 例如說他的那個 不動產 來自不動產業 捐給他的錢 有7%左右 那除了這邊可以看個人以外 這邊往上拉 也有一個圖表區 這圖表區也有很多 可以看的一些問題 所以例如說 立委人總共收入多少的政治獻金 所以這邊有看到 第七屆第八屆第九屆 來自公司 來自個人 各有多少錢 然後或者是我覺得 比較有意思的是下面說 哪些產業或哪些企業捐的錢最多 所以批發零售業、製造業 捐了蠻多錢的 然後製造業、不動產業、零件業 這些都很多 然後以及看集團的話 像是徐旭東是捐最多的 徐旭東這幾屆捐最多 就是遠東集團 遠東集團 像剛剛講的捐政治現金的部分 一個公司 就是最多只能捐給一個 一個年度最多只能捐給一個候選人 只要百萬元 然後但是 剛剛講是一個年度 我假如剛好就是選舉去跨年 例如說像我們下一次的 提供選舉是2024年 所以我可以2023年捐一次 2024年再捐一次 所以我們一個公司 最多可以捐給一個候選人 四百萬元 然後 如果 這邊EU公司的單位 是有同一編號 那像遠東集團 徐旭東遠東集團 下面有一百多家公司 因為它裡面有什麼 雅銀、遠船、遠東百貨 就是有一百多家大小公司 那所以 它其實徐旭東一年 可以捐給非常非常多候選人 可以捐非常非常多錢的 所以這邊也看到說 徐旭東捐給 這次第十屆的時候 他捐了二十百千萬 十萬、兩萬、七萬 五千、八百萬 他是冠軍 那我覺得徐旭東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像其他的集團 都蠻明顯有那個政治色彩的 就是例如說 都是都捐藍或都捐綠 但是相對起來 徐旭東 他捐得很準確 就是你會看到 他捐的錢的藍綠比例 跟最後選上的藍綠比例 是很接近的 表示 我覺得他後面的團隊的眼光 蠻精準的 就是他捐的錢 可能中的幾率都蠻高的 就是說 後面可能像是很多的 什麼礦業法啊 或者是很多 對遠東有利的一些法案 可能立委就會因此 而比較難推行 所以這算是一個 可以從政治現金上 觀察到的東西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新聞 我覺得是一個蠻有意義的事 因為蠻需要關注的新聞 就是說 建商 或者是 建商這個部分 其實佔了我們政治現金的 比例蠻大的 就是2020年年的 立委選舉的時候 其實有 前三十大金圖中 有一半以上是跟建商有關的 所以這個新聞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看一看 然後等一下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用這個 就是用政治現金資料 來觀察看看 能不能看到類似的結果出來 另外我覺得READER READER 他是近週刊上面的一個資料新聞團隊 所以我們推薦大家可以去追蹤他們相關的新聞 因為他們做了非常多相關資料新聞 其中另外一個他們做了一個計劃叫做看板追追追 那看板追追追就是 他們也是用群眾外報的方法去請民眾們 可以去看到廣告看板 你就可以拍下來 在哪裡直接直接看到的 然後是哪個候選人 你可以把他上傳到他的平台上去 然後他們之後 就是會在政治現金公開的時候 他們會利用 他們會找他們那邊的資料新聞記者 來想辦法去找出這個看板 能不能跟政治現金的支出連結在一起 但他們後來遇到 當然會根本連不在一起 就是根本找不到這個看板是怎麼申報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政治現金蠻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的 就是明明一個看板放在那邊一個月 可能錢會從3萬到30萬不等 如果人流越多的話錢越多 可是這些錢反而我們都找不到 這就是我們現在政治現金可能有的問題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爆發一個叫做劍橋分析 就是有個英國公司叫劍橋分析公司 那這個公司他會去收集大量的臉書上面的好友關係 然後他去把這個好友關係去找出說 這些人每個人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他關心什麼議題之類的 然後他把這些資料賣給美國的一些選舉參選人 讓這些參選人可以針對這些不同的人 做一些很精準的不同文廣告 那這件事情其實 因為他那時候收集這些資料 並沒有收集的很公民政大 他可能是用一些比如臉書小遊戲 就是說你要玩這小遊戲的時候 你必須要同意說 要看到我好友關係 怎麼我才能玩這小遊戲 然後用這個形式去收集資料 所以造成說那個時候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開始對社交網站有不信任 然後會覺得說 其實社交網站對於選舉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所以那時候2018年爆發這件事之後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激起來說 討論說社群網站是不是應該要對競選 對選舉這件事情 要有一些他的責任在 所以2019年那個時候 臉書受到壓力 那他受到壓力是 那他要公開一個叫做廣告檔案庫 那這廣告檔案庫就是他把所有的 就是跟選舉相關的廣告的資料 他必須要完成公開給大家看 他要做到透明這件事情 那麼相對起來 Google選擇有不同的路線 Google選擇的路線是 我完全不接受競選廣告 所以在YouTube上面 在競選前也是看不到 有競選後選廣告 或者是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那個關鍵字廣告裡面 也是不會有競選廣告 Google的選擇是不顯示廣告 那廣告檔案庫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滿 就是滿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逛一逛 就是他列出了 就是所有的候選人的相關的廣告 所以如果大家到廣告檔案庫裡面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 可以選台灣 然後廣告類別 然後廣告類別 這邊可以選議題選舉或政治 然後在這邊 就輸入底下 查得任何一個候選人 比如說首次參英文 有 剛剛講到廣告檔案庫 所以如果大家 對哪些候選人感興趣的話 就可以到廣告檔案庫裡面 就輸入名字 然後輸入名字之後 下面就可以找到 有這些粉專 那也要注意有一些可能 就不是候選人本身 像什麼 蔡英文粉絲團 這是政治粉專 但他並不是候選人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確定不要看錯粉專 然後譬如說蔡英文的粉專 點進去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譬如說他上一次下廣告 是去年11月24號到10月26號 他下廣告的金額是7到8萬元台幣 那點進去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蠻詳細的數字 所以譬如說他發了 他的廣告是寫說 那個台灣隊友 你一個投票 你買好車票了嗎 然後他的廣告時間 是24號到26號三天 然後他發了7到8萬 他曝光次數是20萬到25萬次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他設定的 就是曝光對象 所以譬如說25歲到30歲之間 女性占38 然後男性占24 然後35到44歲會長這樣 45到54歲會長這樣 還有來自哪些城市 所以最多是台中 再來新北市 然後再來高雄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就是臉書現在都把這些資料留下來 而且他說會保留7年 然後因為是2018年上線的 所以其實到現在都可以 就是從頭到尾資料上 還看得到 所以如果對於想要研究 比如說 候選人怎麼下臉書廣告呢 是可以就是來這個地方 去臉書的廣告檔案庫來瀏覽 那我也可以就是 自己吹這個人一下 我是台灣第一個 就是開那個選舉廣告的人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當變成參選人之後 然後臉書沒有知道這個功能之後 我知道臉書的功能之後 我是第一個去臉書上登記 說我是候選人 然後我要下政治廣告 然後我花了100塊台幣 下一個報告 對然後結果就沒有了 好 那再來就是 因為今天有想要大家帶筆電 就是因為想要讓大家來 親手來操作一下 政治現金資料 所以大家就可以就可以 把筆電拿出來 然後我還就是 跟大家講說 我還怎麼把這資料 照出來用吧 那麼我們用到的原料 會有三個平台 那第一個平台是 兼查閱自己的政治現金 公開查閱平台 那它裡面就是 像我們講的 2018年以後的選舉資料 在這邊都找得到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會用 Google示範表來做一些 簡單的一些統計分析 然後跟我自己 帶去林比我做一個 台灣公司資料 大量查閱行業的 比例工具 這個可以幫助大家去查 就是這些統一編號 是來自哪些行業的 那我們就用這三個原料 我們來注意到 先講幾個關鍵名詞 第一個名詞是 收支結算表 就是政治現金有分 收支結算表 跟會計報告書 那收支結算表 它只有統計資料 它的統計資料裡面 包含的是 譬如說 它的收入 它有分收入跟支出 那收入有分 個人收入 就是個人捐款的 有分 一例事業捐贈收入 就是公司捐款 有分政黨收入 就是政黨捐款 或人民團體 或匿名的 支出的話 有分人事支出 宣傳支出 租用車輛支出 租用辦公室支出 集會支出 交通與支出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形式 來知道 這個選舉 它的錢怎麼進的 怎麼出的 那麼 會計報告書 就是完整的名氣 就是剛剛的那些 統計的也沒有完整的 所以它裡面會包含的是說 它是 幾月幾號交易的 然後交易的內容是什麼 對象是誰 是交易的 是哪個類型 比如說宣傳支出 還是什麼支出 然後交易的對象 對象的統一編號 金額 還有一些詳細說明 都可以看到 然後在政治現金查閱平台 可以注意到的是 它可以查閱2018年以後 因為政治現金法修法是2018年改修的 所以2018年以後的法恩 以後的選舉才會被納入 所以目前可以查到的是 2018年的九回一大學 2020年的總統立委選舉 跟2022年 就是去年的九回一大學 至於明年的選舉 2022年還查不到 2022年的預計是今年6月到9月才會上線 所以我們這一次能查到只有2018跟2020而已 另外如果更早以前的資料感興趣的話 目前2004年 就是從政治現金法修法到2018年的資料 只能查得到 就是剛剛講的收支結算表 就是統計的PDF 是找不到結構化資料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舊一點 2018年以前的資料是比較難用的 好 然後大家等一下可以到那個 就是從同影片的 等一下大家練習的時候 可以到同影片第58頁 然後這邊可以點進去那個 就是政府和政治現金公開查閱平台 然後進去裡面之後 可以看到有四個項目可以選擇 一個項目是一般查詢 就是裡面可以任意輸入你要的關鍵字來查 所以譬如說 那個像 我之前就有輸入過薩泰爾 薩泰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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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效果博文夜秀 那時候花13萬 所以蔡英文付費錢比較少一點 以及後面連民眾黨也有付錢 那民眾黨的付錢是怎麼庫光的 我就不知道 所以這就是一個政治現金平台的一個簡單用法 就是你知道某個公司專門做什麼事的 你可以搜尋一下這個公司 所以例如說你好奇遠東集團 許許多種的公司它均給哪些人 那你也可以就輸入這些公司名稱進去 或是你對於某個公司 像什麼做廣告的澳美 或是哪些人找澳美來工作或做事 哪些人找他來做事 你都可以來這邊輸入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用法 那這邊還有很多進階查詢 例如說你可以針對你想要對哪一年的選舉 針對什麼樣的性質的選舉 然後針對哪個縣市 然後想要針對哪些收集科目 你都可以就是這邊可以做選舉 那這是一個基本用法 那再來另外的用法是 你假如你只想要找特定的人 例如說我對港股女神特別有興趣 我就想要找高嘉瑜的 那我就可以到專戶查詢這邊 然後就進去裡面輸入高嘉瑜 然後這邊可以找到他在 就是109年立委選舉的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有會計報告書查詢 所以你假如點會計報告書查詢的話 就回到剛剛的搜尋頁面 就可以看到他的完整的資料 所以例如說哪些人就給他多少錢 然後身份證字號還會有錢三碼 然後跟他捐了多少錢 所以像這一欄是捐了多少錢 這一欄是他支出多少錢 然後什麼形式的 那後面還會有一些支出用途 還會寫得更詳細 就是他假如付錢給某個公司 然後他是為了什麼而付的 那這邊這個是由參選人自行填寫的 所以這部分的資料其實 並沒有統一的格式要求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就是這邊蠻重要的功能 就是這邊有會計報告書下載CSV 那這個CSV下載的話 就是可以讓你拿去給統計軟體 拿去給過市算表使用 所以我這邊就是會示範一下說 我們怎麼樣去下載一個單一候選人 或是下載一整個縣市的候選人 然後我們還怎麼去做一些分析 那我不要只針對報告書下載 我針對全台北市來做好 那假如你想要針對全台北市的話 你就不要選專部查詢 你可以選選舉查詢 然後這邊你就可以選 譬如說要對哪一個選舉 那我就針對109年的 就是上次的立委選舉 然後我想要的縣市是全台北市 然後我就按查詢 那這時候下面就會列出來 那個就是政治獻金的 這邊大家剛剛下載的是首次 那他除了申報訊號這邊 除了首次以外 還有第一次剩餘 跟第二次剩餘 剩餘就是我剛剛講的說 假如他選完後 他還有剩錢的話 他在四年內 他其實是有機會 可以再繼續花一個錢的 所以他可以最多申報四次剩餘 就是每一年他申報他花多少錢 那所以剩餘其實主要都是 例如辦公室、營運之類的錢 那我們大部分都只要看首次就好 所以首次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這個.csv 下載 他就會把它下載成一個基本檔 然後基本檔把它解開來之後 裡面會有蠻多檔案的 但最重點只有三個檔 一個是income income就是收入 然後這個 expand 等下載成一個檔案 反正支出 expand 這個是支出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會計報根 就是統計的部分 就是例如說 人事支出多少 個人捐款多少 esd捐款多少 所以我們主要就用到這兩個檔案 income跟expand 這個 就是收入跟支出 那我們就是來針對收入來做一些統計好了 所以那再來我們就到google社團表 這邊有同學沒有google帳號的嗎 應該都有 那就先假設大家都誤障 如果沒有的話 等一下就是也可以就是我 速度幫你組成一個EOK 那如果要開google社團表 可以到上面點點點這邊google社團表 然後開一個新的 然後我們剛剛的這個檔案 這兩個我先把它解答做到桌面上 桌面 那我現在就匯入剛剛的那個支出收入 然後我自己習慣是這個google不要勾起來 因為這個google勾起來的話 就是它有時候會把一些 譬如說同一編號什麼0938 它就把那個0拿掉了 所以對我們製造處也變成不方便了 或者是有時候民國年的日期 他也幫我轉成日期以後 那個日期就會錯亂那麼嚴重 所以我自己個人是蠻不喜歡的 就是他自動幫我轉換 所以我會把google取消掉 然後匯入 然後我們就看到 台北市的所有的候選 最低委候選人的資料都在這裡 然後所以資料其實 筆數應該蠻不少 有12000多筆 那我們這邊可以做幾件事情 那我覺得第一件事 建議的是說 就是把那個 先拉到最上面 然後 凍結儲存格 讓第一欄留著 因為我們資料量很大的 所以我們凍結儲存格的話 這樣往下拉才能看到那個欄位是什麼 所以 凍結儲存格的做法就是 它本來這邊有個出速的那個 這個 這個灰色線 你把它往下拉 你可以選擇 把它拉到就是 第一格 本來我往下拉的時候 欄位就會 就是第一行也會跑掉 我看不到欄位 但是你只要把這個 左上方這個速度 往下拉一行 我們就可以把第一 就是第一行都固定起來 這樣我往下拉之後 我都還可以看到欄位名稱 這是建議大家可以做的事 然後第二個可以做的事情是 因為它這邊呢 所有的金額 你可以看到它都加一個點 因為要把它當作自算處理 那我們希望它 不要把它當作自算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 I J 這邊兩個 都選起來 就是按著I 然後一直拉到J 然後這邊選格式 數值 數字 這樣子這邊就都變數字了 所以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做一些 統計運算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 好 所以 那再來就是 再來一個就是 再來一個就是 使用Google試算表 或使用一次我蠻常用的 叫做篩選器的功能 我覺得蠻好用的 那以Google試算表來講 它就在資料 然後建立篩選器 那你按下建立篩選器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上面的那個欄位 都會多一個那個 三條線 那這三條線 那這三條線是可以讓你篩選的 所以譬如說我從收支科目這裡 我就可以篩選 所以我只想要看 盈利事業捐贈收入 那我就清除 只留下盈利事業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是公司的捐款 確定 所以我們現在只剩下盈利事業 那候選人的話 假如你想要就是看 特定候選人 譬如說這邊有無盈農 那我只想看無盈農 我就全部尋銷 只看無盈農 然後就確定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列出來說 這邊就是 捐錢給無盈農的公司有這些 然後捐到多少錢 像這個安和之一捐滿多 捐到 二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捐到一百萬 所以這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操作 就是我想要看什麼分類 然後我想要看什麼特定候選人之類的 那再來教一個技巧 是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就是我們可以針對一些欄位 針對不同的欄位做統計 所以例如說 我想先把篩選取消 全部選取消 選是全部資料 這邊候選是恢復到全部資料 現在全部資料 然後大家可以到那個就是 資料 插入 在插入這邊有個資料透視表 然後選資料透視表之後 他會先幫我選範圍 是全部的動作 選建立 那選完建立之後 那這邊就是會有空的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 主要勾用就是幫我們可以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不同的欄位 我們可以看到有的欄位有包含 序號候選人選舉名稱 然後申報序號交易日期收集科目 然後有金額 有金額收入跟支出金額 那我就可以任選 就是欄位出來幫我做一些交叉分析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他的書有分析 左邊有列 上面有欄 跟六三角有值 所以譬如說我的列我可以選候選人 那我在這邊列新增 然後我選參選人 那你就看到他幫我把參選人全部都列出來 然後 我就在來 我就可以選其他的 譬如說來我想要選收集科目好了 他就幫我把各種不同的收集科目 譬如說人民團體收入 然後其他收入、政黨收入放在上面 那再來我是可以任意選值 那值的話 我可以選譬如說收入金額 那我選收入金額的話 那我選收入金額的話 因為他發現收入金額是數字欄位 他就會幫我選上就是加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譬如說孔文集來自於人民團體捐贈收入有十萬元 然後五四堯有一百四十萬元 這是來自人民團體的 那就是可以用這個形式 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統計 那如果你想要說 我想要看來自營利事業的收入誰 誰多誰少來排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選列這邊的排序 譬如說排序依據是依照哪一個分類 例如說營利事業收入 來 他預設下地增 我們可以換成地減 所以我們看到說 李彥秀是台北市來自營利事業最多的 他總共來自各十百千萬 十萬萬千萬 還有一千八百萬是來自營利事業 然後再來領域方 再來賴事堡 就可以透過這形式 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統計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蠻重要的是篩選 就是例如說 我想要只看特定人的話 我可以在這下面的篩選器 篩選比如說我選那個 你篩選人 然後比如說我就隨便選幾個人 然後我就可以紙繡這幾個人而已 或者是我可以選說我想要篩選的那個 收支科目是什麼類別 所以譬如說我就只想要看 那個 一例事業跟個人捐贈 我誰都不想看 那我就選那個 一例事業 好,政黨我看一下 那我這樣勾完之後 這邊就只剩下三欄了 就是政黨 來自政黨的捐贈 這些人是政黨有捐的 那這些人是個人捐了多少錢 所以譬如說李彥秀 來自個人捐贈有個十百千萬 十萬台灣有九百萬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統計 所以這是 順便有回提這個功能的用法 好,那再來最後一道菜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大量公司行業別的差距 那這個菜怎麼使用呢 就是 這是一個 我為了今天上課做的一個功能 就是 我自己有做了網站叫做台灣公司 那這個網站是 就是我只要輸入任何一個統編 然後就可以幫人查這個統編 在經濟部商業司 跟在財政部的登記資料 那 這邊只要我輸入一些統編進來 譬如說我隨便找一個 我先篩選收支科目是 營利事業捐贈 好,確定 好,譬如說這邊有個統編是 上慶化工 然後我複製它的統編進來 這邊可以看到 在經濟部商業司的登記資料 譬如說它資本額是 500萬元 在台南學家 然後做的是這些事情 索營事業商務這些 然後統編市名字 那上面是經濟部資料 下面是財政部的資料 財政部是跟稅有 經濟部主要是跟營運有關 然後財政部主要是跟稅有關 所以財政部會有一些它的行業 那經濟部跟財政部的行業 我個人比較推薦看財政部的 因為財政部的行業登記 你主要是靠哪些行業在賺錢的 而登記的 所以那個會跟那家公司實際營運 是蠻吻合的 相對起來 經濟部的登記資料 是你預計你想要做什麼行業 所以很多公司會亂寫 反正能勾的我全都勾 反正我只要預計要做不用真的做 所以其實經濟部這邊的行業 是還蠻沒有參考價值的 但財政部就很準確 所以這個上進化工主要做的就是塗料跟塗料聯繡 那我做的這個功能 它叫做就是大量資料查詢 就是我可以輸入很多筒邊進去 譬如輸入個筒邊 它就幫我把這個筒邊的行業別 就是算出來放在右邊 那因為有的公司行業別有很多個 那有時候為了讓我們簡單一點做分析 我讓它只要顯示第一個就好 不要顯示四個 所以這邊這個下拉可以選是 顯示第一個行業就好 所以這樣它就只顯示一個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用它呢 用法就是 等一下 我們可以來這個地方 直接H這一欄 然後 我們剛剛已經篩選 就是我們篩選收視科目只留下銀利事業捐贈 然後再來第二步是 竟然這邊把 它沒有空白的就丟 如果有空白的再把空白的取消勾選掉 但如果沒有空白就可以全部留著 然後複製 你就選整個H欄複製 然後把它撇過來這裡 然後記得把一些空行都刪掉 然後以及第一行的那個 欄位也刪掉 因為我這邊只 只允許合法的那個統一變號 然後按查詢 然後稍等一下 它就會幫我把 這邊的所有的公司行業別 全部都算出來 然後算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全選複製 然後我們在這一個統邊的右邊 新增一欄 就是它的行業別 叫行業別 然後把它直接在那邊貼上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捐款的 是來自你哪個行業就得到了 那我們就可以回到剛剛的樞紐分析這裡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算 比如說 那個 選給台北市的行業別 各行業別的那個捐款是多少 就把 列 左邊的列 換成 新欄位行業別 然後 排序的部分 我就 依照那個 剛剛的收入金額來排序 所以我們就看到 捐給台北市立委的那個 比例最高 是來自於 就不動產投資 有900萬元 然後後面就是有 譬如說 投資有價證券的公司是這些 然後 自由不動產 其他都是不會朋友公司 住在零件 就跟他的比例在這裡 所以 你就可以交叉比對 一些不同的欄位 然後得到一些想要知道的東西 那 這邊的那個 樞紐分析 哪個欄位放在欄 哪個欄位放在列 要怎麼選擇呢 我個人的習慣是 如果那個值 有超過可能 十個不同的值的話 我就會把它選擇 放在左邊的列裡面 因為例如像 剛剛的那個候選人 有十幾個 剛剛候選人有二三十人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藍的話 那個表格會變很難看 但是如果那個值不多 可能只有十個 甚至只有五個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把它放到藍裡面 所以例如說 像我剛剛放的收支科目 所以假如今天你想要分析的是 例如總統選舉 蔡英文跟韓國瑜的差別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 譬如說 蔡英文韓國瑜這個 放在上面的 那個欄 然後他的行業 放在左邊的列 那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那只是看說 你做出來覺得那個表格 好不好看的差別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 剛剛講的技巧 就是怎麼樣 去把這個資料 匯進來 然後算出行業別 然後看這個行業別 對於 各種不同行業別 對於候選人的 就是影效多大 好 所以這邊的流程 我都寫在 那個就是同影片裡面 那所以 我這邊就亂想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可以等一下試著玩玩看的 例如說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 有沒有感興趣 你自己的選區 你住哪裡 然後那個選區的候選人 他的錢主要是來自於誰捐的 然後跟那個選區 當初的對手 最大對手 因為我們的地位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所以一個選區可能會 會有一欄一律 那他們兩個人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比較 然後 可以看一下說 就是 特定公司 我們可以搜尋某一家公司 這公司有捐給哪些人之類的 就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 就是資料分析 然後 或是你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針對政黨 因為 政黨也需要派政經理轉護 所以 政黨的花隊 誰捐給政黨 其實也都有類似的紀錄 然後 或者是說 我就更進一階的 例如說 像剛剛的Reader 看完追追追 你可以試試看 能不能找到某一個看板 它的看板 有沒有花錢 花多少錢 我覺得這邊找到這蠻厲害的 因為 大家申報都申報在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說 FB的廣告庫裡面 能不能找到某一個廣告是怎麼樣申報的 那我這邊就把時間給大家來玩玩看 就是 所謂大概試著 照我剛剛講的就是 下載一個你感興趣的候選人的資料 然後把它就是 匯入到不過數量秒鐘 然後我們利用數量分析 做一些運算看看 等下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是不知道什麼操作 或是中間有一些步驟卡住的話 也可以隨時舉手 可以幫你看一下 好 那就交給大家喔 那如果大家之後 就自己回答 還是對著題目感興趣 想練習 然後遇到一些統計 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也歡迎一次可以加入G01的Select 或是可以透過我的 我回到我同影片 最後也補上我的email 就是如果有興趣想 對這想更深入了解的話 也可以email給我詢問 或者是可以到 蠻推薦可以到G01的社群 就一起來討論 那邊也蠻多人會願意參與討論這個話題的 好 那我們就先繼續講下去了 好 那剛剛講的都是 一直講到現在 這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政治現金的現況 就是大家已經有平台可以查閱了 然後可以做一些統計分析 然後 但是其實現在台灣的政治現金 其實還有蠻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所以例如說像 明明去年11月選舉到現在已經過快半年了 可是我們到現在 我們還是看不到去年的選舉 去年的市長選舉的政治現金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政治現金法規定是說 那個候選人選後三個月內要完成申報 然後申報完後 六個月內監察院要完成 就是上網公開 所以他給了今天台灣的9個月的時間來做公開 那就變成9個月其實真的很漫長 就是我們明明去年10月的市長選舉到現在已經過這麼久 我們卻沒辦法看到這些東西 那這樣的人民怎麼能夠就是 即時的監督 他到底花錢我們好好花 就是你要等9個月後 其實大家都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台灣政治現金蠻嚴重的一個問題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現在的政治現金的支出方法越來越多元了 比如說像 比如又提到的是柏文爺爺秀 因為我對柏文爺爺秀這集蠻有印象的 就是他找了張漢天來 然後 他那集基本上就在幫張漢天做業配 就是在介紹這個更生人立委 然後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接受就是 商業節目來幫候選人造事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他們一做搞笑節目 我覺得做得很不好笑 就這集真的超難笑 完全不建議大家看這集 但是我覺得很大的問題是 我在政治現金的支出中 完全找不到張漢天 到底怎麼把錢花在博業的用上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對我們現在政治現金蠻大的問題 就是 這個收支非常難以連結 然後再來就是廣告看板 其實廣告看板對現在的選舉 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因為 它是對於很多人的曝光 或是一些傳統選民 能不能認識這個候選人 是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可是廣告看板 像剛剛講的 看板就會追一樣 就是我們也追不到它的經流 就追不到說 到底這看板是 誰付錢給誰的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再來就是 初選也是個問題 就是像最近現在剛開始 是國民黨跟民黨初選 然後很多選區 因為可能某一個選區 它有兩個國民黨 或兩個民黨要出來選 所以就是目前正吵得非常熱鬧 可是初選並沒有被 我們的政治現金法給 大部分人 他們是等到正式參選後才會 才會去設立專戶 但是有時候初選就會花很多錢了 那難道初選我們就不用去管他嗎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 就政治現金法是針對 假設你要募款 那你一定要設立專戶 但假如老子超有錢 我的身價有幾百億元 我的參選 我完全可以不用去募任何一萬錢 我就可以不用去生意政治現金專戶 我可以完全 我的經流可以完全是不透明的 那是合法的 因為我們的政治現金法限制就是 你要搜尋 你要搜尋捐款的話 你要設立專戶 但像我們 現在可能某個總統候選人 可能就是有錢 到他可以給我設立專戶 那他可能就是完全 他的經流就可以完全是不透明的 那這樣子這個法律 還是蠻有問題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政治現金法 其實不是政治現金法規定 公職人員選舉法面法 有規定支出上限 就是說你一次選舉 你支出最多只能花到多少錢 那這個支出是根據選民人數 乘上某個數字成 所以每次都不太一樣 那麼像我這邊有找到一個新聞稿說 2014年縣市長的競選經費支出 每一個候選都超支 那其實超支也沒有任何法則 所以其實這個規定定的支出上限 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他根本法不到 那麼其他國家是怎麼做的呢 那我這邊有整理了一些其他國家 我覺得蠻值得我們接近的 那我主要有接近了日本跟美國 那日本跟美國是完全是兩個不一樣的極端 所以等下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你比較贊同美國的做法 還是贊同日本的做法 那像美國是一個重視自由大於一切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的其實重視自由到 等下我們有些案例我都覺得蠻奇妙的 像是 他其實美國的政治獻金制度很早 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他在1907年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政治獻金 而且那時候就明定 其實美國是禁止公司捐政治獻金的 所以他所有的政治獻金都必須是個人 或是好像基金會也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是公司 名利事業單位是不能捐資金的 美國就是完全禁止 然後他在1910年的時候 他就規定所有的政治獻金捐款都要公開 所以其實他們很早以前就是可以讓大家自由產業這東西 那麼 美國曾經有訂過花費上限 因為他們覺得說 就是有些議員覺得花費上限太多 那時候有錢人就可以用前海戰略 讓大家都覺得 就是瘋狂的用文宣 讓大家認識這個人 會不會對其他沒錢的人不太公平 所以他們某一年 從1907幾年的時候 他們有立法就是說 那樣設定說各個選舉都要有花費的上限 但是他立法後隔年 美國的大法官就宣告這條違憲 因為美國大盤認為 就是支出 政治獻金支出也是一種言論 你這樣是在就是侵犯他們的言論自由 所以言論之後是不能被侵犯的 所以花費 你要能夠自由花費 所以美國其實到現在 他的政治獻金是 你越有錢了你那可以花越多 但他就沒有任何上限 那美國對於公開的要求 我覺得超值得台灣借金 因為美國的公開要求 我覺得做得很棒 就是首先 美國他並沒有設定 像台灣的話 政治獻金是有設定 就是那個選舉前 譬如說像 明年一月是要選立委 選立委跟總統 他的政治獻金支付 差不多半年前可以申請 所以就是差不多這個月 已經開始可以申請政治獻金支付 這是台灣的規定 所以其實你在這個月以前 他其實等於法律不太允許你做任何的 需要花錢的競選活動 因為你不開專戶 你要做競選活動 你就是要花錢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不開專戶 你這些花錢 就是不合法的 所以台灣的法律隱含的就是 你在今年 譬如說明年的選舉 你在今年五月 四月以前 你是不能進任何的選舉活動 但是美國不一樣 美國是 只要這一次選舉完的隔天 就是下一次選舉的開始 所以他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是 選舉活動紀體的時間 所以他在政治獻金的申報 他定義了非選舉年跟選舉年 那選舉年他就定了很多隔的規定 例如說選前的二十天 你必須要做一個總報表 然後這總報表做完後 你十二天內就要送出 然後你每一季都要做一個季報表 然後季報表做完後 你要在那個季報表的十五天內送出 然後以及有月報表 那月報表他不用每個月都做 只要你那個月的累計金額 超過十萬美金才要做 然後或是你只要收到任何一個單一 一比一千元美金以上的 你都要去做一個特別報告 然後這特別報告 是你收到的二十天內 你就要去送出 然後送出的東西 那個政府收到後 四八小時內都要上網 所以等於說我今天 我捐給某個候選人一千塊美金 那麼最慢 就是在二十天再加兩天 就是二十二天內 他就要上網可以查閱到 所以這個對 那這是最慢的 那如果有的候選人快一點的話 可能很快就可以看到 所以他不會像台灣 整個九個月都看不到資料 美國是很快你都可以從網路上查到 而且美國在於獨立支出 就是說這錢不是候選人自己花的 是支持者花的 他也有要求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這個候選人 你一個月的年度收到 兩百美金以上的獨立支出 就是你自己有發現到 你被支持者幫助你的 譬如說幫你免費收廣告 或幫你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錢超過兩百美金 你就要申報 你就要申報說 值得做這件事情 然後支持者自己 如果花了兩百五十元美金 你知道 支持者自己也要去申報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些都還蠻值得台灣參考 相對起來 日本的制度就走在另一個極端了 所以日本是 日本的個性是覺得說 選舉其實不要影響到大家的生活 但它正常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日本的政治先進法 或是各式各樣的選舉辦一法 都規定的蠻嚴格的 就是候選人 譬如說 看廣告次數不能超過某個上限 然後上限 敗票的話 也要有個極限 或者是 最後只有選前幾天可以做這些事情 這些都限制非常嚴格 所以像我們這次清明連假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的朋友或家人 有去日本玩 然後日本四月八號 是他們的那個 這一次 像是他們的地方議員選舉 可是相信很多去日本玩的人 都會發現 其實日本都沒有什麼選舉氣氛 因為他們在法律上就限制了 就是他們希望選舉 盡量不要影響到人民的生活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限制都非常非常多 那我覺得這邊有個案例 我也蠻想分享 是拉波維亞的案例 那拉波維亞的案例是 他們這也是 這是Reader裡面整理出來的 拉波維亞對於廣告看板有非常嚴格的限制 他的廣告看板 他不禁止你放廣告看板 但是他要求你所有的廣告看板 只要是跟選舉有關的 你必須要揭露這個廣告看板 是誰出錢的 不一定是候選人本人 知識者也可以 但是要揭露誰出錢的 然後出了多少錢 花多少錢 而且他並且做成一個網站 這網站會有一個選舉看板地圖 那看板地圖裡面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看板 你會點進去找到他的金額是多少 那如果你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個選舉看板 你在地圖上找不到 你就可以選舉他 那個看板就會被強制拆除 那我覺得這個蠻值得我們台灣接近的 這才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到底候選人的錢是怎麼花的 那其實台北市在去年也有個改變 就是說 因為這算是 就是呱吉邱威傑推的一個 叫做看板條例 是不是 但是他做法就是 走日本的風格 就是我們不需要選舉 影響我們的市容 影響到我們的 所以 他的看板地圖條例 基本上就是說 你廣告看板 只能放在市政府同意的地方 你不能放在 不能隨意放置 所以如果大家是住在台北市的人 就會發現 今年可能會比較少選舉氣氛了 因為就是看板條例有了 但這只僅限台北市而已 其他縣市本來都會這樣嚴重 好那 講完這麼多就是從現在過去 那麼 今天會想要講這次獻金 也是想要讓大家聊這個議題 然後也是看看能不能 大家一起來做些什麼事情 那所以 如果今天大家在台灣的 如果大家對這次獻金的主題感興趣 可以做些什麼事呢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支持我們候選人 可以捐給他 一百塊兩百塊都可以 就是我覺得 小紅捐款其實對候選人來講 都是很大的幫助 第二是他知道有人支持他 然後因為這個錢 對他也會滿明確的幫助 所以就算他不是你的選區 或是甚至像我自己 我可能不喜歡的候選人 但是我認同他某些事情 或是其實像有時候 像部分區 像明年會有部分區 那個政黨部分區的投票 我可能很多政黨 我都很欣賞 但是我必須要選一個 那我可能我選了一個 但是我實在欣賞 我用捐權的形式 也是一種模式 所以政治獻金也是一種 就是你認同參選人的做法 第二個是我覺得大家可以 就是不定期的去監督 就是參選人有沒有好好的去申報 以及他的花費是不是合理的 就是所以像 我覺得現在那個 政治獻金查閱這件事情 其實可以讓我們很方便 雖然有點慢 要九個月後才能查閱 但至少能夠讓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 我覺得是 大家可能是政治系的同學 我覺得就 欸可能蠻多可以思考的地方 我覺得 就是台灣 在台灣要做思考這件事情 是蠻重要的 那我們可以思考非常非常多 跟政治獻金有關的問題 你會覺得 台灣應該要走什麼樣的路線 那我們還是要走 像美國一樣 就是自由 什麼都不管 因為以透明而要求 但是我們什麼都不管制 還是要走像日本一樣 其實管制很多 我們不希望選舉 影響到我們的正常生活 我們要走哪一條路呢 那其實這個沒有標準 大家說你必須要走哪一條 甚至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 不同的細節 可能也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所以例如說 初選要不要管 像剛剛講的 像現在正在初選中 那其實已經有 四月初 可能已經有很多候選人 已經在雜錢 在報紙廣告 連續廣告 說電話民調請支持XX 那這些錢都沒有被管到 那需不需要花錢管呢 那這個在之前 我參加一個會議之後 大家有討論過 一開始大家都很 都覺得說 其實初選不用管 因為他們沒有真的分析參選 那應該是他們的自由 政黨自己的自由 為什麼國家要管到政黨的自由 但是那時候有一個人 他提出他是台南人 他說 那個時候台南市長的初選 就等於是 他初選出來的人 民進黨的台南市長 初選的人選 就等於是當選了台南市長 那這樣難道初選就不重要了嗎 這樣想一想 好像也是 那所以假如我初選要管 或是不管 我們到底要怎麼定 這個界限要怎麼定 再來就是選舉應該 一不應該要勝利期限 那像最右邊這邊有一個 我覺得這表格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有列出來 就是譬如說總統立委跟縣市長 他們什麼時候可以申請專務 那申請專務就是我剛剛講的 法律規定你可以開始花錢的時間 跟什麼時候可以進行選舉活動 但我覺得那個選舉活動 真的是僅中參考 因為像我們的法律規定說 譬如說總統要在選前28天 可以進行選舉活動 立委要在選舉的時間才可以 但是相信再過一兩個月後 立委的選舉活動都已經開始了 就是他們到底有沒有 這個競選日期到底設定的有沒有意義 那麼我們是要走日本的路線 我們就是嚴格規定 我接下來幾個月 我都不希望被立委選舉騷擾到 我希望他們安靜一點 還是我們要走的是像美國路線 其實你要做就做 但我們要透明公開 然後我們希望呢 當然是怎麼樣推到更多公開資料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這些資料 是不是永遠被中國所用 像我剛剛提過好幾次徐旭東 那徐旭東就被中國處罰了 因為徐旭東他被中國覺得說 他捐錢捐太多給民進黨 所以他是台獨企業 所以他被 就中國被罰 在中國罰了三點多億 那麼這件事情 就是若我們已經知道公開透明 會不會讓中國借此來 就是削弱 比如說 削弱跟他不友善的政黨 然後影響台灣的選舉 那這會不會也是一個公開透明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不要允許公司能夠捐款 像美國的路線能夠不允許 那我們要允許 可是 如果不允許 會不會直接在那邊檯面下 然後要不要勝利上線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思考 然後我這邊也想再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今天課的題目是 參與是民主 所以其實我剛剛提到說 像我們正正的事情公開 其實靠的公督盟 跟靠的開放化經驗會 這些NGO的努力 那其實類似那裡也蠻多的 像是綠盟 綠盟 綠盟就是一個做環保的一個NGO 他們就也是透過去收集很多的 譬如說排氣資料、污染資料 去遊說 然後也是促進了環保署 或是促進了一些經濟部 他們有一直來修法 我覺得就是 NGO去透過收集證據 然後去開放資料來 去推動法律修改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與模式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各式各樣不同的NGO有興趣 歡迎可以多關注一些不同的NGO 然後 再來一個是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就是 之後那個 如果有一個可以關注的一個方法 是叫做行政院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那這個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是一個國際組織叫做GP 它是一個只要你國家想要去推動 政府想要推動開放 你都可以去參與的 但是你這個參與 你必須要是由政府跟人民一起協力完成的 那這個是過幾個禮拜後 OCF他們的課會做更詳細的說明 但他們其中一個項目是 開放政治現金 那麼或許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項目 就是說 內政府要在開放政治現金這一塊 怎麼做 來讓他們多做一點事情 來讓我們希望的一些好的東西 能夠被推進去 但是我覺得也需要更多人討論 到底什麼東西是對台灣適合的好的政治現金 好 所以這是以上是今天的內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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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